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好 我昨天看 好在够真实 你这什么叫灰姑娘吗 Sinderella 你听小楠解释解释 啥叫灰姑娘 我们的灰姑娘的含义就是说在灰色地带 往往是在城市里的灰色地带 然后做灰色职业的一些人 其实就是如果用一个比较术语的 就是新工作者 我们当时起这个名字 就想说是走进一个灰色的禁区 去听听一些从未讲述的灰色的故事 而且这些灰姑娘 他们大都在做这个行业之前 也是抱着要找一个水晶鞋的想法 到南方去 想要一举能够获得第一桶金 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 所以就起了这样的一个 小楠面对那么多的这种所谓灰姑娘 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走神 我觉得这对你来说 经历了这么一轮跟他们的面对面 是不是会带来你身心的一些变化 不是身体没有 就是心理状况的一些变化 会有特别大的冲击 就是你会觉得 就是以前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 可能我看到的世界 我觉得已经足够大了 可是其实不是 我看到世界特别小 还有一个很大的世界 一个很隐秘的那些世界 是我根本不知道的 有那样一些 有什么是你完全没想到的 比如说我们其中有个叫小红的 这个姑娘在见到我们的时候 当时她毫无隐晦的说 就是谈起来说 你现在怎么为生 她说去偷啊抢啊 然后仙人跳 因为她还在街上 但她因为年岁大了 所以她一般呢 去就不做肉体的生意 但是呢 她所谓仙人跳 就是说你这个男的进来以后 然后男的把 她就讲 她说男的把衣服脱了 然后她先不脱衣服 然后就冲进了她的一个同伙 就额这个人的钱 就是因为她 我们其实刚刚跟她接触 她在讲这些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的表情 没有任何的语气的在讲 她每天是以此为生的 这时候你就特别震惊 她也没有罪恶感 她也没有害怕的感觉 就是她的眼神就永远 她是觉得这些男人就活该 他们本来就是很坏 所以现在惩罚他们 我觉得她已经想不了那么多了 这是她唯一的生存方式 她的生存方式 对 她的世界就是这样的 然后你在进而跟她交谈的时候 但那种语境就是 使我一直是从很震惊 到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她什么东西 她都可以非常直白的说 包括她比如曾经在年轻的时候 在和一些客人之间 做生意的很多的细节 不用你去深挖 她有的时候就会 她就会讲出来 所以最初我们特别震惊的是 我在想我做这个采访 有没有意义 就是说如果我只是说 去展现有的人 是如此这样 如此这般的活着 我在做什么 我就是揭示一个特别隐秘的赤裸裸的一些很残酷的东西吗 但是你慢慢的更让你震惊的是 实际上你在这个很麻木的灵魂 很没有温度的那种心的情况下 他特别萎靡的表情的情况下 你跟他慢慢慢慢生产 你会觉得他内心其实是有温度的 他有很多他在乎的东西 我跟你说 你说这个意义 我给你了 不是 我认为有意义 我说我的意义之前 咱们可以先看看小南带来的 就是他说这个小红 他的一个采访的片段 那么来看一下 那你自己 你不觉得很委屈自己吗 不觉得 反而觉得很好 挣钱快 又好玩 对女人来说 那身体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真的说 做交易的话 做商品这样交易的话 可能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观念 你认为这是一件特别羞耻的事情 我告诉你说 这种也许在你们这些 有学问的那些人 就觉得不可理喻 根本不可能的事 但是在我们这些美文化 和这些社会 等于我们是社会底层的人 就什么都没有了 都反正就只有钱 找到钱就是最棒的 你就是最好的 我无数次做 做梦的梦见 我一家人真的好幸福 真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还能活多久 所以我好想在这游生之年吧 我好好找一点钱来 把我妈治一下病 还有信心吗 有信心 也希望你们相信 能相信我 真的 我们给你录下来了 2007年对我说 应该是新的一天 你知道 我说这个节目好 好的我看的时候做笔记 我这个笔记 就是我的某种意义 你看我这写下来的 我说 看这些人在跟他说 让我想到什么 这个卖淫女 其实意义就在这 她也是人 你们说什么 婊子无情 细子无义 其实这都是误会 她跟你做生意 她挣钱 她当然无情了 可是 她 她打工挣钱 为了什么 实际上回到自己家里边 她一样 也是个正常人 也有她自己的故乡 不 我的问题是 你觉得在她心目当中 她去卖银 拿钱 跟她 你说那个仙人跳 去陷坑 去抓人 有区别吗 在她看来有区别 我觉得在她看来有区别 后面的这些 是她已经吸了毒以后 我后来问过她 我说你现在上街找钱 她叫找钱 我说你做这个 你还有罪恶感吗 她说我没有 我有罪恶感 因为她就说 她说我儿子 在街上看到过我两次 她说我完全不能 没有资格去教育她 她凡是做错什么事情 我完全不敢跟她说 你应该怎么做 你知道我们把这个东西 称为灰色行业 灰姑娘 潜伏这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性工业缺乏管理 明明存在 缺乏管理 所以如果 她是正常的一个性交易的话 跟后来这个仙人跳 这个是犯法的一个事情 严格来说 这是一个抢劫犯 这个照理说 这个两者是有个本质的区别的 而因为我们把所有这个东西 就打入灰色 打入不合法 所以基本上 当她自己在看待 她自己做的事情 当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这个就已经混为一谈了 你觉得就是 也就是说 这个古老行业的职业道德 到了今天 没了 它变成了跟抢劫 欺骗是一回事了 可是这个行业 从来是有 从来是一个行业 你明白没有 这几千年的历史了 他不是说 从来跟抢劫是一回事 这是对的 就是说 它造成这个行业的原因 绝不单单是贫穷 它是很复杂 一定那么 而且现在的扫黄 就是把这些东西混为一体 就是把这个 就是好像是 比方说 洗发妹的 做的事情 跟一个夜总会里边的 这个上床的事情 跟一个打砸 就是抢 骗 艾滋病 或者是 或者有了艾滋病 继续接客 等等这样的行为 但是在我们国家 这个性的职业 仍旧是违法的 对啊 所以就混在一起了 所以我讲的就是这个 你看当我们把这些东西 混在一起的时候 带来了一个巨大的 因为它本来是不同的 社会犯罪 如果说 你说第一个也是犯罪的话 它本来是不同的犯罪 对不对 如果它现在是接客 跟它设计来害人 跟有些人已经知道了 感染了艾滋 继续接客 这个是三个非常不同的罪行 如果说都是罪行的话 你现在我们都把它打坐说 啊 这些人都是灰色职业 灰姑娘 他们都是见不得人 而且他的羞耻感是 同一个羞耻感的话 容易升级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 性工业缺乏管理的一个 很大的问题 对 这也是徐老师多年来 一直大声疾呼的事情 我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我小时候 就有一个困惑 我老师说是那些坏人 有些人是坏人 我小时候就想 说他们家里人 不会认为他是坏人 他怎么就会 我们就会认为他是坏人 就是 你看他们这个镜头一深入 深入到一个女孩 他的这个家庭 他在远在农村的家 哎呀 你就觉得 真是跟你一样的人 我跟你举个例子 我觉得我跟他们 也是一样的人 比如说他们服务完了 他不是叫服务 他们 他们 他们卖淫嫖娼 你知道他说最 解脱的 最快乐的是什么 走出酒店房间 那个门啪一关 哎呦 那是一天 最解脱 我一想 我每天离开公司 我就是这个感觉 工作 工作完了 都去办公室 啊解脱了 刚才那是为了谋生 你知道吗 有什么不同 而且我们希望工作快点完成 他们也希望工作快点完成 我们也要去 他们有很多方法 都是希望工作快点完成 其实就是说 不问这个人的身份 阶层 他的所处的领域 人一定是有共通的感受的 比如说这个曾媚 最初我们去采访他说 因为他当时身体状况非常差 他又吸毒 然后他又仍然在街上 而且是最便宜的那种 所谓说的难听一点 叫站装机 那当时你在看到他说 你觉得他完全是一个行尸走肉 什么叫站装机 就是站在街上去招揽客人的 因为比较高级的 肯定要在比较体面的 这个夜总会啊 这个打扮的比较好 他那个已经是没有姿色 他要靠夜幕来掩盖 他的这种脸上的这种苍老 包括吸了毒以后的 这样的一些脸上的一些 这个我觉得叫伤痕似的 那些东西 香港前证报道一个极端的例子 一个七十几岁的女的 在街上找了个六十几岁的男的 后来警署把他调去问了 后来那个七十几岁老 他说好了好了 我以后不用工具了 这个曾妹呢 他因为他状况很不好了 然后他就是我们在最初 见到他的时候 认为这个人没救了 他在说话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大哥啊 你有什么事情啊 我一定会配合你的啊 你们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你完全觉得他说的是江湖的话 觉得这个人还还有活着的心吗 但是就跟他谈谈谈谈了两三个小时以后 他始终还是因为像他们一般的绅士 十有八九会告诉你假的 就是他很顺利的能说出一番假话 他们太有经验了 但是后来就突然知道他生了一个孩子 对他是一个艾滋病人 他生了一个孩子 我们就问他你的孩子 他说他的孩子也是艾滋病 那就说你为什么要一定要生这个孩子 他一下子他就暴露出了最普通的一个女人身上的那些最共性的东西 他就讲他生了这个当时他就一定想要一个自己的小孩 因为他早年十五岁生了一个小孩就已经死掉了 他现在生的这个孩子 他说那个放在他枕边 那个小孩冲他笑 那一天是他生命里 他觉得唯一美好的最美好的一天 讲到这的时候 他已经回归了 他是一个人的那种 可他还在这个行业里 他的孩子迅速被拿走了 所以他现在就是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能够回老家看看这个孩子 但他又回去 他回到老家 老家里的人把他打出去 你是做鸡的 又是吸毒的 他写了一封信 不是 重要的是 他现在还是HIV的positive 对不对 对 他如果还在这个行业里 那你知道他就是定时炸弹 我觉得问题就在于 他就是一样的人 真的 人都 我说这个意思 但这个道理其实一直都有 你知道古代古来的文人 最喜欢写的就是封城女子 从来都是 你想想 中国的文人 就是同情一个被侮辱被损害者 就选这个行业来同情的 是一个传统 远远超过写良家妇女 但是现在我觉得 好像还有点不同 对 我老觉得过去中国文人说的那种 所谓的青楼女子 跟她的这种 这种灰姑娘 但是这种同情心 就是我在同情当中 他们是找一种共鸣 不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仅止于同情 因为比如说像小红 我觉得她身上最强的时代信息是什么呢 他们当年这几个姐妹一块来下到南方 来淘这笔金 这是一个时代风潮 这是我们现代当代这个社会的精神状态 这个和说自古以来有这个行业 然后他们是被侮辱被损害者不一样 他们不是被卖到那里的 他们是主动下去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深刻的社会现实 我跟你插一下你就明白 为什么当年她说这个年代 我当时就在广东 繁荣昌盛 就是当时都说繁荣昌盛 为什么 她对于农村来说 她没工夫去想这个道德的事情 她是很朴实的 比如说一个姐姐就说 跟我出去 跟我出去 说去干什么 去酒店敲男人的门 敲开门干什么 跟她耍 四川话 跟她耍 耍有什么好耍的 就是跟她睡 然后就领着去 敲开门 里边两个男人两张床 这姐姐自溜就钻一男的被窝里了 她站在那 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后半强迫的 发生了一次这个关系 问题在于拿着两百块钱 拿着两百块钱 对她来说 那就等于说在村里是几块钱 兜里只有五块钱 村里的人不会有什么 其实大家心知肚明 你不去探论 这就好像你的嫁有钱的丈夫跟找有钱的男朋友 也有不幸的例子 对不对 也有被老公打了 后来被甩了 可是你看 人类在一起的模式 长久的叫婚姻 一个阶段的叫情人 一页的叫一页情 都有钱的介入 嫁有钱的丈夫 人家就羡慕 跟有钱的男朋友 人家就算不羡慕也嫉妒 可是有钱参与的一页情就叫卖淫 就被社会排斥 道理是一模一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 有什么分别吗 只是一个是买房子 一个租房子 一个开旅馆的区别吗 你知道我都看了这种东西 之后我就会觉得 你多知道一些别人的故事 然后你就不会把人家当畜生看 然后人跟人之间 是不是可以互相善待一些 有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但是你知道对方 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这个很重要 你比如他说 这里边有个小女孩 他就是觉得 你听到他说什么 他最恨的就是男人 他最恨的就是男人 他说男人 不管是给钱的 还是不给钱的 只要是坐见我们的 你们都是坏男人 我也是看了他这个节目 我才深刻的反省 我们男人 有的时候 真是够坏 反省自己伤害 坏的那个程度 自己都不自觉 你比如说四个大老爷们 靠一个16岁的小姑娘卖银 养活着 整天在那吃闲饭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 当年我在四川火镇 看见那个老婆挑着扁担 老公在哪抽大烟 下南方的这些女孩 很多是带着丈夫去的 然后丈夫在家给做饭 然后这个妻子每天去上班 而且呢 现在打击的主要对象呢 又是这个群体当中的弱势群体 因为我听他们说 艾滋病感染最多的就是站街的 他们中间有阶级分 有阶级分化 阶级分化跟年龄有关系 15 6岁的在夜总会高级酒店 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到这种按摩院什么 就像你到了站街的都是 那是最底层的了 那是很差 让艾滋病感染最厉害 但是你知道前一阵不是深圳那个游街吧 那个都是里边的弱势群体 五星级酒店完全不动的 他们交得起保护费 你明白没有 所以啊 还是叫损不足以奉有余 而且呢 就是你说的 这个这些混得最差的这拨人 我觉得赵铁林说的一句话 给我印象很深 他这个行业啊 你是打工挣钱啊 但是问题在于他极具腐蚀性 这又没错 就是跟我刚才说的 又是两回事 比如我刚才跟你讲的 他们一边去卖营 回来可能也是个挺单纯的小姑娘在家里 对吗 但是问题是 做一年 做两年 这个行当都是酒色 毒品 黑社会 你知道吗 整个的这些东西 所以极具腐蚀性 跟娱乐圈差不多 而且他来得快 他这个钱来得快 表着无情世俗无义 怎么说 好像骂艺人似的 我们还是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他说暴力 小南还有什么 这幕后花絮什么的 我们其实当然特别遗憾 这个片子里没有用上 小红的那本日记 因为时间实在太紧了 我们是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写日记 因为你在跟他谈话的时候 他门脸是他眼神一直是特萎靡的那种 他倒不怕你们拍出来 他你们这个对他将来的生活 每一个人都没有 也没有 这几个人我们都问他了 而且我都是在节目里问他了 比如说小玉 他的回答是什么 他说 我说你为什么会有勇气来来说这个事 小玉说 我觉得我可能活不了几年了 我觉得我得留下点什么东西 他这是得了艾滋病的 对 小红的意思是说 我这个人生走到这了 别的人别走我这条路 是什么呢 就是我能感觉到他们特别深的一种 就是他们不愿意就这么无声的走了 就是他们现在在这个社会上的命运 如果不是我们去坐在这 问他们几个小时的话 没有人再会听 小红为什么写日记 他的那些话是没有人听的 老被人抓 对 就是说他们就觉得 我这一辈子就这么过了 我一点声响都没有 我就走了 他满肚子的感慨 不知道向谁去说 而且尤其是当我们问到 问这两个人为什么要说的时候 他们两个表情都非常怪 就是可能啊 就是所谓有点钱的人 大概就会有这种疑问 就是说 是不是真的能到了 有些人是生不如死 除非是这样 否则明天就是死 是不是真的就有一个群体的人 他生活状况到了这么一个程度 曾媚就是这样 曾媚我觉得他是一天一天数着火 应该是艾滋的关系 他吸了毒 得了艾滋病 生了一个孩子又被人暴走 孩子也是艾滋病 而且至今暴走他孩子的人 不知道那个孩子是艾滋病 然后我记得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暴走孩子的人不知道 不知道 对 当时我们的摄像在拍 那不是还有传染的可能吗 是啊 当然了 所以你会有去大的无力感 你帮得了他吗 就是我们的摄像在拍他的时候 你看看这个行业的管制 看上去只是一个社会治安问题 你看背后牵涉多多少少 医学 卫生 道德 他当时在化妆 他当时在化妆 然后他那个脸已经 其实是非常非常苍老 那个没法看的了 然后我们摄像在拍他的时候 他就化眉毛 他突然转向我们的摄像说 这样是不是好看点 我们的摄像当时就心里一惊 你知道吗 那种感觉真是难以言传的 就是你又在他身上看到 没有生命力的东西 可是你又看到有生命力的东西 你就 然后我在我的节目里 我最后都说 我在生命身上 我说我在他身上 我从来不知道 现实世界里有人如此绝望 如此无声地活着 谁能给他一点希望 我真的不知道谁能给他一点希望 这个真是 就是你从他那个角度想想 也觉得这事就没什么办 但是人还是活着的 人就有这个韧性和生命力 这挣扎在这个死亡线上 真是可以这么说 居然有些 哎呀 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好多 他讲到的这种 女孩的这种心理 他从这个农村来的 这些很多女孩子 想的事情 我总觉得跟我们 很不一样 你不然对他来说 他进入一个城市 他进入一个城市 他去怎么适应这个情况 你比如说 你是知道 那是小姐 那是坐台 那是干嘛 你看他说的那个 他就是被人莫名其妙地 拉到一堆 姐妹们相跟着 客人们挑拣 然后坐在那 坐了六个小时 总共跟客人说了十句话 最后 拿着两百块钱 你知道这么一种 一种感觉 我当时有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事 就是我采访完了以后 其实我和小红 就小红为什么 下到南方去 他当时的那个 为什么 比如说你老公是怎么想 你家里人怎么想 我都觉得他给我的答案 特别简单 钱嘛 就是钱 说到底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又纠缠了 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采访 我总觉得我得不到 一个满意的一个答案 然后我就把这个采访 原封不动地念 给我的一个朋友听 然后我说 你觉得我这个采访透了没有 然后我念念念念 他说挺好 我建议你原方不动地 摆到电视上 他说这就是两个世界里的 女人在对话 我们的问题始终是这样平行的 其实他就用一个答案 就回答我 你不相信 我不相信 仅仅是为了钱 对 他就认为就是为了钱 你老公 其实各个社会 各个阶层的人 都有面临 什么样的问题 只是表象而不同 一个两百块 一个LV包一辆车 一个房子 我觉得是 徐老师 想说全民皆娼吗 不是全民皆娼 就是女人生活当中 一定会有这么一个某问题 他对你的整体的人生价值观 成熟一个巨大的双子 然后你觉得 我让你认为 说这家里的 Ginsberg